那但是因為現在塔瑞一般 也不會讓家屬什麼滑杯 問他說吃飽了沒 所以一般我們如果來擊敗 會建議大家擺多長的時間 會比較好 基本上的話 有一些傳統禮書 最少做差不多半個鐘頭 一住香的時間 一住香的時間 就是40分鐘以內 就是也讓家人有充分的時間 可以賞用 就是你為他所準備的心意這樣子 歡迎大家來到旅客諮詢室 問就對了 我是社長小冬瓜 今天再次邀請到民俗專家 吕少龍師傅 來為我們來解答問題 我們掌聲歡迎 社長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李叔叔想冒昧請教 在林俗塔祭拜 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美感嗎 基本上林俗塔有分 可以進入跟不可以進入 譬如說他在法會期間的時候 因為樓層很多 進入的太廣 你就統一在祭拜區 你能活起來 就招勤的部分 某某某我的父親某某某 我是誰 所以我在這邊請你來接受我的供養 另外一位就是祭拜區的 就是餐廳的概念 我都把物品準備好以後再來招勤 但是異性先禮佛 拜神佛 土地公什麼這些地方碼頭的拜好以後 打過招呼 再來拜我們的仙人 仙人就是說因為 因為同一個空間太多的魂魄 那你叫某某某人 可能同名同姓太多 你最好的有的就把他身末資料 什麼都把他呼請招勤進來 或者說爸爸 裡面男的太多了 某某某爸爸我是誰 這樣就論述這樣 有的可以進入的時候 譬如說我在祭拜區區準備好以後 可能有的在這個位置 有的在那個位置 那我順序上去把他招勤 東西都準備好以後再去招勤這些人 我是誰先去現場跟他告知 我準備了什麼東西 在哪個祭拜區 請你下來享用 對因為有些塔位 他其實他是在這個塔位的樓層 本身是沒有任何祭拜區的 他是在大廳才有一個供臺 可以放菜 是的 所以是先跟他們頂高 再擺好 然後直接請我下來 我請你吃飯 餐廳在哪裡 請你來這邊享用 類似這個概念 也是一樣請客吃飯的這個邏輯 那如果說想是平日 平食 不是什麼清明少墓 都不是就是平食 那神佛還要特別去祭拜嗎 那當然去打招呼 最好啦鼓勵啦 那麼這個祭拜的順序 又或者他可能沒有帶那麼多供品 他只純粹過來拜拜 那那麼他還是要 就是走這麼完整的流程嗎 進去那個塔位 那個樓層去看走 你沒有準備那麼多東西 你燒個香也是一個供養 奉香 這個藍香也是一種供養 你準備個什麼物品 你不帶東西也可以 然後索去服服 跟你打個招呼 我是誰好了 我是誰 類似這樣子的概念 比如說你有去 就先去吃水滴 帶一點微微禮物 我可能買個 Saven買個餅乾 湯果 水果 這都是心意 小小的心意這樣子 他沒有絕對的論述 OK 那但是因為現在塔位一般 也不會讓家屬什麼拔杯 問他說吃飽了沒 幹嘛的 所以一般我們如果要擊敗 會建議大家擺多長的時間 會比較好 基本上的話 有一些傳統禮書 最少做差不多半個鐘頭 一住香的時間 一住香的時間 就是如果 40分鐘以內這樣 就是也讓家人有充分的時間 可以賞用 就是你為他所準備的這個心意這樣子 那麼親人在存放在林谷塔 到了百日對年 那又該如何進行呢 基本上應該說要分 比如說你親人林谷塔 但是他的牌位有沒有在那邊 如果你牌位是在家裡 百日對年是在家裡 神主牌位那邊祭拜 那是因為現在人都把它改成 像我百日對年 在古關就放在那邊 那你變成百日對年 只好去那邊拜拜 除一十五就已經省掉 百日對年最好 所以孩子要到 還是去啦 對啊 不要不要省成這樣 是是是 那親人放在林谷塔 有沒有存放的期限 比如有的林谷塔 他就說30年 年金到了以後 你要怎麼去處理 那可能是後代子孫要去處理 或者政府的規矩是什麼 像這個 過去早些年的這個塔位 其實都沒有所謂 使用年限的問題 是大概進到了10年15年 就是比較新的 只有所謂的公家塔位 因為因應未來人口老齡化 有越來越多的這個需求 可能會供不應求的 這個可能性存在 所以他們就會有 設定的所謂的使用年限 比如說以台北市的公塔 他們就有所謂的 50年的使用年限 關於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我覺得在當初 去做規劃安排的時候 就一定要特別留意 這個部分 以及後續的這個接續 該怎麼樣去做安排 好 那有一些旅客 其實有問到 就是我是否可以提早 為自己準備林谷塔 那如果要去購買 這個所謂的售位的話 又該注意一些什麼 基本上可以買自己林谷塔 你喜歡那個環境 適合自己的方位 那你就可以先買起來放 對 那就是說有的人說 傳統禮書裡面都說 裡面不要空 沒有人 可以放個叫做瘦酒 瘦酒是什麼 酒代表以前的話是用紅酒 紅酒的概念 比如說紹興黃酒 這種發酵式的紅色的酒 為吉祥 他們不喜歡放白酒 有人有這種論述 你們不要空的 萬一空的話 把我抓進裡面放了 那我也放個瘦酒裡面 那個吉祥的壓聖物 這個很有趣 這個比較少聽到 那所以像這個酒 它的形狀有什麼要求嗎 沒有就是酒瓶 瘦酒 反正只要酒是深色紅色就好 至於它是什麼樣的酒瓶 無所謂 對 前提是它能夠放得進去 一坦也可以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關於林谷塔的這個 風水怎麼看的一些注意事項 還有一些美感 你的家人是否有擺放在 林谷塔裡面嗎 或者是你自己會有這樣的規劃 未來會將自己安坐在 林谷塔裡面嗎 如果有的話 或者是今天再看完 這一集的內容 有什麼樣的一些 一男夾政戶問題也歡迎可以在下方的留言區 跟我們一起分享互動討論喔 今天非常謝謝呂師傅來為我們解答 關於林谷塔的相關民俗問題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社長小龍瓜 單純的評社 我們下次見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